到这里来跟大家分享一些自己的读书心得 刚才呢 这个黄会长介绍了一下 我是在北大去读的经济学博士 这个有一个背景的 因为我70年代就到美国来 拿到蒋学军来读书 然后到了90年代 当我回台湾的时候 我跟我那些没有出国的同学们见面 那些同学们说 你们这些到美国去的人 你们早去早死 晚去晚死 我们这些不去的赚死 因为呢 这些当年呢 他们没有出国的人呢 他们在台湾 随着台湾的经济的起飞呢 他们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 所以我觉得呢 台湾的经济起飞 我们从台湾出来 没有搭上这台列车 所以当大陆的经济起飞的时候呢 我希望我能够不要再错过了这个机遇 然后因为我找到 我从来没有见过命的亲姐姐在大陆 所以我很早就到大陆去探亲 然后投资 然后在三个孩子都比较大一点的时候呢 才决定去读的经济学博士 所以今天很难得有这样的机会跟大家分享 我想在刚刚开始呢 我们讲一些中美两国经济过去一个简单的历史历程 因为这样是一个背景的资料 大家了解了以后 我们再进入一带一路 因为一带一路呢 它是刚刚起来的这么一个思路 也就是台两年左右 还不是非常完善 边做呢 边在完善的啊 所以这个我们就要用有限的时间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 好 那么 好 那么我们先介绍一下呢 在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 1944年的时候 有四四个国家 在美国New Hampshire州的一个冬季的度假圣地 叫做Bretton Woods Bretton森林这里开会 大家为战后的重建呢 在出谋划策 大家就说为什么会发生两次世界大战呢 因为各个国家在争夺的资源 争夺的市场 所以最好有些国际性的组织呢 来协调国际之间的事物 所以在这一次的会议之后呢 就做了几项重大的决定 就成立联合国 这是政治方面发生作用 然后还有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还有呢世界银行 刚刚开始的时候叫复兴银行 后来改名字的 然后呢建立了官贸总协 也就是WTO的前生 要求各个国家降低关税 消除关税的壁垒 促进国际的贸易 再有呢就建立了一个固定挥立制度 这个就叫做Bretton森林体系 它呢就要求呢 每个国家的货币呢 和美元挂钩 美元呢和黄金挂钩 然后35美元呢 就可以换一个盎司的黄金 也就是说以美元做毛的金本为质 也就是说从这个时候开始呢 世界从英镑时代走向了美元时代 那么这个建议是谁建议呢 是当时的美国的代表 财政部的代表 怀特的建议 实际上呢 英国的代表凯恩斯呢 有另外一个建议 可是为什么大家采取了美国的代表的建议呢 是因为美国呢 这个时候它的国力已经超过了英国了 因为呢 美国发了两次战争财 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 它是全球最大的武器出口国 那么用什么来买武器呢 用黄金 所以当二战结束的时候呢 美国人手上拥有的黄金 占到了全球黄金的74% 它国家的含金量高 因此你的货币和我美元挂钩 美元和黄金挂钩 所以世界从这个时候呢 开始进入到美元时代 好 我们再讲呢 上个世纪美国面临的最大的经济大萧条 1929年到32年 就它的GDP呢 在这三年当中 我们什么叫萧条呢 负增长超过了五 就叫萧条 三年的负增长超过五 有一年还到达了负十几 那么它的GDP从1000多个亿 到了只有560个亿 那么这个大经济大萧条 在当中的时候呢 那个时候胡佛总统呢 他就开始做了一些调整 把很多的资源收归国有 然后用投资的方式来拉动的经济 所以他在这个 拉斯维格斯的 这个就是内华达州呢 建了这个Hoover Den 可能很多人都去参观过 那从1930年到35年 那么3000多个工人在那里工作 日以继夜的 非常的辛苦 没有家眷所以晚上的时候很无聊呢 就赌赌博 所以呢 内华达州呢 在1931年的时候就把赌博合法化 所以后来还有很多人到那去投资 就形成现在的拉斯维格斯 那么这个胡佛大坝建成了以后 它可以防洪可以发电航运啊供水啊 它的这个Lake Mead 就是米德湖发挥了很大的这种作用 然后到1936年呢 被称之为宏观经济之父的凯恩斯写了一本书 叫做货币利率和货币通论 就业利率和货币通论 他说经济发展的目的呢 就是要解决就业问题 那货币这个东西呢 非常好用 它既可以购买商品 又可以储备起来 被不时之需 又可以交换 所以每一个人都愿意拥有货币 那么在货币发行量一定的情况之下 每一个人都愿意拥有货币的话 那么它的利率一定会上升 利率上升到太高的时候呢 就会影响到需求 经济就会放缓 严重的话就会衰退 再严重就会萧条 那么他说这个时候政府该怎么办呢 政府就要加大对经济的干预 因为他看到了胡佛总统呢 在那个时候用国家的投资的方式 来拉动经济的增长 得到了很多的这种灵感 所以呢 他就大力的鼓吹 那么在1945年战后 到1965年 战后的在短短20年 各个国家 包含美国 日本 德国 英国这些国家 全部都采取了凯恩斯主义的理论 经济都恢复了 在20年当中呢 增长了两倍到三倍 不等 因此凯恩斯又被称之为 战后繁荣之父 我们把凯恩斯主义的这个第一跟同学们说一说 是因为待会我们很多时候会提到这个名词 以后大家提到这个名词的意思 就是政府干预经济 政府用投资的方式去拉动的经济的增长 然后非常强调需求管理 甚至于财政赤字都在所不惜 好 那么我们再讲呢 在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呢 全球形成了两个阵营 一个呢 是美国为主的资本主义的阵营 一个呢 是苏联为主的计划经济的阵营 那么那个时候 苏联呢 他把东欧这些国家变成他的阵营里头了 他又继续想去游说呢 希腊 结果这个消息呢 被当时的国务卿 这个马学也知道了 他就报告给了当时的总统 这个杜鲁门 结果他说 一个贫穷落后的欧洲 是不会接受资本主义的 必须马上要让欧洲富起来 那么怎么让欧洲富起来呢 低息无息的贷款给他们 所以这个杜鲁门总统接受的这个建议 然后后来国会通过 就是形成了有名的马歇计划 那么他们后来一共拿出来了 131.5个亿的美金 到欧洲的这些国家 帮忙他们的经济复苏 同时扩大他们的阵营 实际上呢美国在这个时候呢 已经产能过剩了 所以他一方面把过剩的产能输出了 国家的话经济繁荣了 老百姓充分就业了 而且的话呢 最主要的就是把美元 作为一个欧洲的结算货币 因为原来欧洲的结算货币是英镑 那么1944年的布雷腾森林体系 虽然做了那样的设置 但是的话还没有完全成气以后 所以49年的这个 马歇尔计划之后的话呢 一方面巩固了布雷腾森林体系 再有呢就让美元借机会成为欧洲的结算货币了 所以战后的美元做毛的 金本这个金北问质或叫金融体系 奠定了他60年代的繁荣的基础 所以在60年的时候呢 美国的GDP占到了全球的一半 美国的出口呢 占到了全球的三分之一 国力非常的强 迎来了战后第一个最长的繁荣期 105个月 那么 但是呢 政府加大了对金系的干预 就好像一个长期吃的兴奋剂药的人 身体看起来很强壮了 但是呢 副作用就在里头积累了 到了70年代所有的副作用都显示出来了 比如说到70年的时候 美国开始出现了财政赤字 就是政府入不复出 然后71年的时候呢 开始出现了贸易赤字 因为呢 日本和德国的经济复苏了 就大量的出口到美国 然后呢换到了美元 然后又拿美元的去换美国的黄金 所以他们积极性非常的强 然后到了197年的8月15号的时候 那么法国的总统戴高乐 他问他的财政部部长 我们还有多少外汇储备 他说22到23个亿的美金 把他全部提出来 到美国去换黄金 结果他这么去做了以后 其他很多国家跟着去效法 结果呢 尼克森一看 自己所拥有的黄金 已经不够他去 偿还他短期的外债了 他说好了好了 不可以再拿美元来换我国家的黄金呢 我自己黄金都不够我自己使用了 结果布雷腾森林体系就瓦解了 也就是说一个国际性的会议 结果美国因为自己单方面的原因把它撕毁了 可是全球已经习惯了 把美元作为一个国际的支付的 清算的和储备的货币 这就是待会我们讲到美元霸权的时候 这个背景我们要给大家讲的原因就在一次 那么原来美元是跟黄金挂钩 现在没有黄金挂钩以后 那么美元的信用度到底怎么样呢 这个可能会当很多人都产生怀疑 结果呢 美国人就发现呢 如果人家不用美元怎么办呢 不用美元 但是他们一定要用石油啊 所以美国呢就去跟沙利阿博这样的国家说 哎你的石油的交易用美元好不好 那么沙特说 这对我有什么好处呢 哎那么当你跟以色列打仗的时候 我卖给你最先进的武器 所以的话呢 沙特说可以啊 所以这是美国的高招 你可以不用美元 但你不能不用石油 你现在用石油了以后 那么石油的交易用美元 所以就巩固了他的美元的这种霸权 好 那么这个 然后大家都知道了 73年10月份 美国来了第一次石油危机 也就是说呢 美国过度的支持以色列 中东两个国家 黎巴伦叙利亚 布满英国的中东政策 就独自切断了美国的这个油管 结果让美国每天少进口200万桶的原油 所以石油的价格呢 在10月份的时候 3块1毛1 到了12月份 就11块6毛5 增长了三四倍 那么第一次石油危机呢 就给大家造成了很大的生活上的压力 石油贵了以后 其他东西也跟着贵 所以的话 生活显得比较的拮据 好 包围这次石油危机过了 第二次石油危机又发生了 78年12月 为什么呢 由于美国过度的支持伊朗的改革派 结果伊朗国内的保守派 侯美利不满意 就把国王巴列为国王 赶出了国门了 所以呢伊朗是中东最主要的生产石油国家之一了 连国王都不见了 政局不稳 所以石油的生产都受到影响 所以石油减产了以后 石油价格一路的飙升 最高的时候呢 在80年的时候到达将近40块钱美金 39 40 那么所以呢石油贵其他东西更的都贵 所以在79年的时候呢 通货膨胀率14 失业率6 经济增长1.5 到了80年的时候呢 通货膨胀率15 失业率10 经济停止的增长 你就看得出整个的70年代 美国现物到滞胀 滞胀就经济停止增长 通胀率很高 失业率也很高 所以卡特出来竞选总统 经济不好吗 就没有连选得连任 然后里根上台了 里根上台了以后呢 相当于是一个烂摊子 所以他就开始大刀阔斧的改革 里根总统的改革 第一个就减税 减税呢 有减税呢 有这个提高生产率的作用 再有呢 搞军费竞赛 那个时候呢 苏联没有公布 他的GDP呢 到底是多少 但是他们看呢 苏联所消耗的原材料和能源 大概是美国的 这个这个三分之二 所以他的GDP可能也是三分之二 结果的话呢 有人说你别看他消耗那么多原材料和能源 实际上他是个计划经济的国家 效率很低的 他的GDP也就是美国的三分之一 所以里根总统说 哦搞了半天 那我不跟你搞战争 我跟你搞竞争 好不好 就大量的军费支出 里根当总统从81年到了88年 89年的时候 东西德柏林墙就倒塌了 那么这个 东西德柏林墙倒塌了 紧接着我们叫苏东坡解体了 苏联东坡兰解体了 所以英国的前首相 沙切尔夫人非常的推崇里根总统 所以里根总统没有费 一枪一炮一弹 就把苏联给搞解体了 那么 使他减少了一个强劲的竞争对手 然后的话呢 就在那个时候呢 他私有化 我们刚才讲了 凯恩斯主义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20年呢 政府掌握很多资源 所以效率很低 所以呢 他现在开始私有化 提出个口号 叫做小政府大市场 政府能够不干的就不干 尽量的让市场去干 然后水厂 让民间经营 电站民间经营 长途电话公司 航空公司 全部让民间经营 掀起了民营企业家 一个投资的热潮 所以大陆的民营企业家 感谢邓小平 那么 美国的民营企业家 应该感谢里根 因为他从 凯恩斯主义的 这种里沼当中出来了 让民营企业家发挥了作用 那么 里根总统虽然说减税 第二次任期的时候 他又加税 他虽然说减少政府开支 第二次他离开白宫的时候 他的财政赤字 比他刚刚进白宫的时候 高了三四倍 可是老百姓仍然很支持他 为什么 因为他改变了美国的经济架构 改变了美国的经济理念 他为美国经济 长期稳定的繁荣 打下一个非常好的制度基础 就是让民营企业家起来了 所以里根总统在美国历史上的很大的贡献就是这个 有人说他是二三流的业员 但是是一流的总统 讲的就是这个 那么私有化的话 让他平气了坎斯主义放松的管制 让市场机制发挥了作用 然后里根总统大刀阔斧的改革 让他把70年代的智障的瓶颈突破了 推动了美国的改革和转型 首先他重新恢复了美国的国家竞争力 原来美国的话是注重第二产业工业制造业的 然后现在开始注重高端的第三产业 金融文化产业 你看金融部门的利润占公司利润 从85年的16%到了08年的41% 美国已经从原来的普通资本主义 转换为金融的资本主义了 所以美国的制造业慢慢的空心化了 美国的金融成为全球最大的债券的市场 好 那么这个里根总统的第一项改革的话 就是重视第三产业文化产业和金融 第二个就是里根总统那个时候 他用高利率高汇率的方式 把第二大经济体日本又远远的抛到后头了 国力绝对的领先 我们刚才讲了在70年代末期的时候 通货膨胀率很高 通货膨胀率高的时候提高利率可以一直通货膨胀 如果大家在80年代那个时候已经到美国来的话 大概在87年88年你会发却利率非常的高 你买房子借钱利率大概是17 18%的利率非常的高 那么这么高的利率的话呢 那么对这个益子通货膨胀有点作用 再有的话呢他也高汇率 就是呢当时跟美国做生意的很多国家 日本啊德国啊亚洲四小龙 那么他就把这些人呢找到了 美国纽约的一个酒店 叫做广场酒店plus hotel 然后达成一个协议 要求这些国家的币值全部升值美元贬值 这些国家为什么要听他的话呢 因为这些国家严重的依赖美国的市场 那么如果你不答应我的要求币值升值的话 我就把你所有进口的商品都增加30%到80%到100%不等的关税 让你的商品在我的国内仍然很贵卖不出去 所以这些国家严重依赖着他的市场 就好像被他卡住喉咙一样的 不得不听他的话就让币值升值 所以我们就来看一看呢 这个这个这个他的高利率高汇率的政策 在广场协议的时候呢 那我们拿日元做一个例子来说 那个时候呢一块钱美元的话 可以换240块钱日元 那么在广场协议之后呢 就只能换120块钱了 也就是日元升值了差不多一倍 那么日本政府呢担心日元升值的太快 会不会了遏制了日本的经济的这个竞争力 所以呢他就把利息呢降得很低 2.5%的年利率 鼓励企业多借钱 这样的话来弥补 这个币值升值给企业带来的负面影响 但是呢你这个利率这么低了的话 这些企业借了钱 也使用不了那么多 没关系炒股票 没关系炒房地产 所以的话你看日经指数在85年的时候呢 大概是5000多点 到了89年年底的时候 38915点 接近39000点 就接近4万点 增长了多少呢 700% 而他的GDP呢 每一年增长5%多一点点 4年加在一起20%多一点点 实体的GDP20% 虚拟的GDP700%多 你就看泡沫就是非常大了 房地产的泡沫更厉害 大家知道 日本的面积是美国面积的25分之一 可是在89年年底的时候 日本整个国家的这个地价加起来 是整个美国国家地价加起来的4倍 他的面积是他25分之一 地价竟然是他的4倍 东京的地价加起来 就可以把整个美国给买下来 所以的话 他的房地产泡沫也很厉害 股市的泡沫也很厉害 那么日本人试过元旦的 元旦在90年的元旦的时候 放了一个长长的价 放完价了以后 股市开始跌了 房地产开始跌了 跌了两年 股市跌的跌破了2万点 也就是一半没了 最低最低的时候 它跌到7600多点 也就是说3万多点全部没了 只剩下个零头了 房地产跌走了5-60% 所以日本的泡沫 在90年代初期的时候破灭了 那么我们再讲到 这个里根当完总统之后 老布什上台 老布什上台 打了一个很漂亮的海湾战争 把伊拉克从科威特打出去了 但是国内经济不好 美国人很现实 经济不好 换个人来做吧 换谁换克林顿 所以人家说克林顿是个福星 你跟总统改革所种的树 开花结果的时候 克林顿去当总统了 就迎来了所谓的新经济 什么叫做新经济呢 新经济是美国经济的高峰 好 在这呢我们跟同学们呢 在朋友们再讲一下宏观经济研究啊 我们是研究四个方面的问题 一个呢是充分就业 一个呢是物价稳定 还有呢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 充分就业呢我们拿量化的标准 就是失业率 失业率7%是一个紧接线 那么物价稳定呢 表示这个国家没有严重的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 就叫做物价稳定 那么在上个世纪1958年的时候 英国有位经济学家叫坎斯 他把英国的经济数据 从1860年到1957年 差不多100年的英国的经济数据 拿来做一个分析 在这个分析当中 他得到了这么一个结论 就是到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时候呢 通常他的通胀率会比较高 可是这个时候呢失业率就会比较低 也就是通胀率和失业率之间 是个反向的关系 反向关系的意思就是悄悄板 经济增长的时候通胀率高 可是这时候失业率低 相反过来 经济增长的缓慢的通胀率下来了 可是失业率却高起来了 那么所以一个国家的领导 如何的在这两个变量之间 把它做一个最适当的调整 就考验着这个国家领导人的智慧了 那么这个的话呢 就叫做菲利普曲线 菲利普曲线呢 就是说通胀率和失业率之间 是个反向的关系 这个模型做出来之后 很多国家把自己国家的经济数据 都放到这个模型里头 得到了类似的结论 因此有经济学家就把这个 称之为经济学界的 十大经济学原理之一 就通胀率和失业率之间 是一个反向的关系 结果没有想到呢 90年代呢 美国的经济高速增长 通胀率很低 失业率也很低 这两个变量呢 成了一个同向的关系 也就是跟菲利普曲线不一样 也就是打破了传统经济学的一个经济学的理论 所以你才新啊 所以新经济的定义呢 就是打破了菲利普曲线 那么是后来呢 把它延伸到呢 新世纪的经济叫新经济 网络经济叫新经济 但最原始的它的新经济定义 就是打破了菲利普曲线 所以90年代的时候美国经济非常的好 然后呢 我们再讲的每一个国家的经济都会上上下下的波动 从一个波峰到另外一个波峰 我们称之为周期 每五六十年的我们称之为长坡 每这个八年十年的我们称之为中坡 每三年五年的称之为短坡 美国开始有短坡的经济记录 从1854年 从1854年到2000年 2000年是星期一的最高峰 差不多146年 但是将近一个半世纪 美国的经济上上下下经历过多少次的波动呢 31次 你这么一除了以后 4.7 也就是过去2000年前的一个半世纪 每三五年经济就会这么上上下下波动一次 结果没有想到呢 91年的4月份到2000年的3月份 整整9年108个月 美国的经济上上上不下来了 大家说怎么回事啊 哦 新经济嘛 也就是说呢 他打破了过去经济周期波动的这么一个规律啊 你打破的这个规律 所以你才新啊 所以这是新经济的第二个定义 第三个呢 就是美国这个时候的NASDAQ 高科技板块一路的飙升 到了5000多点 有人说啊 现在是网络经济时代 经济再也不会衰退了 什么时候呢 NASDAQ会超过道琼斯工业指数啊 道琼斯工业指数 那个时候11000多点 但是这个预言并没有成为事实 在2000年4月份之后呢 NASDAQ就一路跌跌跌跌跌跌 跌到最低的时候 跌破1200点到1100多点 好 所以呢 我们在讲的这个新经济 好 然后这个 在90年代初期的时候呢 我们说了日本的 这个股市泡沫破灭了 可是到94年的时候呢 一个投资银行高盛呢 他们仍然炒作日元 把日元的炒作的1块钱每月呢 等于80块钱日元 这个时候呢 日本的房地产泡沫也破灭了 股市泡沫也破灭了 日元还这么高企 日本的呆账非常的多 日本的经济不深复合了 没有办法撑下去了 大家都知道日本的经济是美国一手扶起来的 如果日本出了问题的话 对美国也是有很负面的影响 所以在95年的时候呢 这个克林顿总统呢 采取了当时他的财政部部长鲁斌的建议 采取强势美元政策 强势美元政策是什么意思 就是美元值钱美元的资产值钱 所以我们看看呢 为什么在96年99年的时候 美国的新经济的高峰 他的GDP能够到4.1 对于发达国家来讲 经济增长超过4较高增长 美国这么大的经济体连续四年都4.1的增长 非常的难得 那么你看他的失业率呢 比原来的5.5到6的只有4.7 然后通胀率呢2左右 经济增长的时候通胀率有点高 也就是2左右就好像没有什么通胀率 也就是可以被接纳的范围 所以你就看到美国在上个世纪的最后四年 也就是他国力最高峰的时候 他的高增长低失业率低的通货膨胀率 那么我们看看90年代 美国的高增长低通胀 中国的贡献在哪里 我们说中国的商品廉价出口 促进了美国进口的消费品价格便宜 带动了他的物价下降 所以低通胀 美国的工业生产使用廉价的进口的初级的产品 也降低了他的生产成本 低通胀 然后呢美国的强势美元 使得进口的商品的相对的便宜 推动了国内需求旺盛 又不会推高物价 另外一方面因为强势美元 所以大量的资金进入 从而推动了他的投资扩张 所以他是高增长 低失业率低的通货膨胀率 也就是中美两国在全球化的过程当中 中国以解决就义作为一个核心 作为一个驱动 推动的廉价出口的战略 从而形成了十分有利于美国的这种经济的关系 那么这个新经济之后的话 小布什上台 01年就碰到一个911 08年要离开之前 又来一个次贷危机 金融危机 所以的话呢 在前几年的时候 有人做了一个调查 说过去50年 最不受欢迎的总统是谁 小布什拿了个第一名 所以的话 就是他这个过了这八年以后 到了08年到现在 大家都知道了 美国推行的量化宽松的政策 就是不断的去发行这种钞票 但是这些钞票的话呢 都没有进入到实体 都进入到哪里去呢 进入到楼市 股市 汇市和债市 因为实体的太弱了 需求太弱了 没有办法吸引 全球现在面临的四大过剩 一个呢是产能的过剩 因为在90年 我们说东的这个苏联解体了之后呢 很多的东欧的国家 都加入到市场经济的阵营了 这些国家的话 涌现出来的 差不多有4亿的劳动力 再加上现在的技术的转让 所以全球的产能过剩 产品过剩 劳动力过剩 这是发展中国家 发达国家货币过剩 我们叫流动性过剩 全球的过剩 所以呢 这一次量化宽松政策 给美国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 但是呢 美国呢 你知道美元三分之二 都是在境外流通的 所以当他的货币超发了以后 别的国家引起来的通货膨胀 比他本国厉害 他就转嫁危机的能力 到别的国家 而中国的话呢 中国也是 中国也是这个 中国的话呢 也是超发了货币 所以通货膨胀非常的厉害 我们就待会再去说吧 好 那么这一次的这个货币的超发 并没有进入到实体 本来的话呢 股市是反映了这个 这个整体的经济的状况 可是现在大家看到呢 过去的几年 Dow Jones一路上涨 曾经还突破过18000多点 但是的话都是虚的 他没有进入到实体经济 都是很多的泡沫 好 那么好了 我们把美国总结完以后 我们来讲讲中国 那么中国的话呢 为什么在短短的30年呢 取得了局势瞩目的成就呢 我把它稍微归纳一下 首先是体制创新 能量释放了 因为改革开放了 再加上呢 有强有力的政府 把人口劣势呢 转换为人口的优势 的劳动优势 也就是中国那个时候 正好处在人口红利的时代 然后出口导向战略的成功 参与到全球化 加速了现代化 吸引了很多外国直接投资 同时的话呢 也贸易的这种扩张 再加上民企的崛起 农民工的参与 在92年之后 然后全球华人的支持 参与和付出 俄罗斯曾经有个部长 说过这么一段话 他说俄罗斯相对于中国 虽然也改革开放了 但取得的成就 却不如中国 为什么呢 他说因为我们没有 那么多的侨民 他说的一点都没有错 全世界侨民最多的两个国家 就是中国和印度 所以大家都知道 在我们这个硅谷流行 这么一个字IC 这个IC的话 大家都知道是芯片 可是呢 大家都理解 这个I是指Indian 印度人 C是指Chinese 是中国人 如果这个高科技公司里头 没有印度人 没有中国人 不叫高科技公司 所以印度人和中国人 是高科技公司的芯片 所以是这么这样去讲的 好 那么这个再有文化的差异 中国的文化是非常的勤奋 克勤克解 而且很聪慧 不像拉丁美洲的文化 和地中海文化 他们的文化是什么呢 他们的文化是浪漫加散漫 他们很浪漫 但是也很散漫 不像我们的劳动力 非常的纪律化 OK 好 那么我们说改革开放之后呢 是从1979年 开始改革开放 那么到89年的这十年呢 基本上是农村的改革 为什么呢 农村的主力小 而且农村的人口最多 大家都知道 89年发生一个政治事件 那么这个事情发生之后 共产党党内的意见很不一致 有的人说 就是因为改革开放了 就好像门也打开了 窗户也打开了 固然新鲜空气进来了 但苍蝇蚊子也进来了 最好赶快把门再关起来吧 所以有人有这样的建议 可是邓小平到过美国都知道 邓小平看了西方的经济发达 中国如果再关起门来的话 真的这个国家都要破产了 老百姓可能都要造反了 所以的话呢 他坚持改革开放 可是他那时候在党内已经没有任何的位置了 他就跑到了南方江浙地方 就跟民营企业家说 你们胆子再大一点 你们位子再快一点 鼓励这些民营企业家起来 所以大家都知道 93年94年的时候呢 中国的通货膨胀率高达23% 24%非常的高 就是这些民营企业家起来到处上去借钱 银行也借钱 私人也借钱 所以呢 在消费品领域里头 在纺织品领域里头 在轻工业领域里头 我们从原来90年代初期的时候是短缺经济 由于9394年的过度投资 到了9697就变成过剩经济 原来的时候是一个卖方市场 也就是东西非常的紧缺 一个老子林动作快的人 把南方刚刚出来的女孩子 时髦的服装拿到北方来 一卖的话大家抢购一空啊 因为那个时候是卖方的市场 我有一个学生就告诉我 李老师那时候我就把女孩子那种内裤 棉的内裤拿到了北方来卖 我在那边买一块多钱 我到了北方买四五块钱 你看就赚了这么多 因为那个时候是卖方的市场 那么经过了93年94年的过度投资之后呢 到了9697就变成买方市场了 所以东西物价越来越便宜 越来越便宜 尤其是97年亚洲金融风暴之后 中国的物价一直在降低 西方说这怎么回事啊 经济增长的时候应该是物 通货膨胀率高啊 结果中国不仅不是通货膨胀 而且通货紧缩通货紧缩 因为中国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 我们是从计划经济 旺市场经济走的时候的转轨经济 所以西方的经济学理论不一定完全适合于我们 就在讲这个情况啊 好 那么到了94年的时候呢 中国的汇率改革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就介绍一下70年代的时候 日本经济起飞了 80年代亚洲四小龙 也就是新加坡 韩国香港台湾经济也起飞了 到了90年代又有四个国家 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 菲律宾 泰国 好像经济也要起飞 有人说90年代是亚洲的年代 21世纪是亚洲的世纪 那么日本在前面领头 就像条大燕一样的在前面领航 因此呢 经济学家就把这个叫做燕行经济 反攻中国大陆的话 新中国成立以后 既没有资本又没有技术 结果呢 发展的是资本密集性 和技术密集性的产业 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呢 刚刚到美国来的时候 美国同学看到我们黄面孔 我们说你是什么地方人 我们说我们是中国人 哇你们是中国人啊 哎呀你们中国人好棒啊 印度人不行这样子 哎呀我就不太明白 我就问我的同学 为什么中国 哎呦你们新中国 刚刚成立没有多久 你们就两代一心放上去的 就打破了核垄断了 哇你们好棒啊 嗯他觉得中国和印度 都是文明古国 中国经济起来了 印度没起来 所以他这样子 可是呢我们那个时候呢 我们的留学生 那时候大陆上还没有留学生来 都是台湾的留学生 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就说哎呀 共产党要盒子不要裤子 老百姓穷得连裤子都穿不上了 还搞什么盒子 啊那个时候我们叫的口号是什么呢 啊我们叫的说资历根深 啊生挖动广积粮不称吧 讲的都是这种啊 就讲的都很振奋人的话 但是呢都没有估计到老百姓的生活 我们看看呢 哎日本经济起飞了 亚洲四小龙起飞了 这些四个小国也开始经济要起飞了 我们干嘛不学学人家 因为这些国家呢 他们搞的是什么 他们是出口导向的经济 因为这些国家的市场都比较小 啊所以国内的市场很容易就饱和了 所以他必须要做外向型的出口导向型的 结果我们看看人家都成功了 我们为什么不学学人家呢 哎学学人家 那么汇率低有利于出口 所以的话呢我们才在 94年的1月份的时候做了一个汇率的改革 你看看原来人民币的黑市 一块钱美金换十块钱 可是呢我们从国外回去 大家都有经验 我们换外汇券 只能够换五块八 那么这一年的时候 一下子并轨到了八块七 也就是说从官价来讲 一次性的贬值了百分之五十到六十 复合了出口导向的战略 啊 所以你如果有机会 你到了国内 你问问国内的第一代的民营企业家 你说你最赚钱的是哪段时间 几乎每个人都会告诉你 1995年到2005年 为什么汇率改革 汇率低了有利于出口 然后2005年是人民币慢慢开始升值了 也就是说在人民币贬值 还没有升值之前的这十年 是民营企业家的黄金十年 啊 那么 这也造就了这么一批的 最先富起来的一批人 那时候邓小平不是说吗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嘛 啊 就是这批人先富起来了 好 然后呢 97年的时候呢 我们又做了一个汇率改革 我们让呢 人民币升值了5%左右 从8.7呢到8.3 然后呢 我们就学习日本的亚洲四小龙 全部都盯住美元 为什么呢 因为美国是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 啊 这些国家的东西都是卖到美国去 所以美国汇率高 你也跟他高 汇率他低你也跟他低 哎 避免了汇率波动的风险啊 好 那么我们刚才不是在讲吗 95年吗 这个 克林顿采取了 财政部部长鲁宾的建议强势美元吗 那么这些亚洲国家都盯住美元 是不是也强势的本国货币 美国有这样的国力啊 这些国家没有这样的国力啊 哎 正好呢 就有美国的一个货币投机家呢 叫索罗斯 他就发现了 大家知道索罗斯养了多少名的硕士博士生啊 因为我一个香港的好朋友的朋友 就是在索罗斯手下 他养了很多人 就今天帮他研究全世界经济 中国有句话叫苍蝇不叮无缝的蛋 啊 结果的话 哎 你们这些亚洲国家的货币 你们盯住美元 美元强势 你们也强势 你们货币高估 我就来冲击你脱钩 然后我就赚你这一段差价 所以1997年的7月2号 亚洲金融风暴就从太古曼谷爆发 然后蔓延到整个的亚洲 这些国家的货币一个一个跟美元脱钩 然后贬值 我们说韩元 在没有这个 这个 亚洲金融危机之前的时候呢 一块钱美金换 差不多一千块钱的 这个韩元 短短的几个月 就可以换两千块钱韩元了 泰铢从原来一块钱美金可以换24 不到半年就可以换40了 那么最惨最惨的是印尼顿 差不多相当于什么呢 原来一可以换10 最后一可以换40 这样子 所以亚洲国家的货币都跟美元脱钩了 都贬了 那么日元也从80也贬到120 那时候人民币也应该贬 可是人民币如果也跟着贬的话 全亚洲的货币贬成一片 那么亚洲经济的信心什么时候得以恢复 结果呢 我们一看 日本作为亚洲最大的经济体 它没有为稳定亚洲的经济起一个中流砥柱的作用 我们就说好吧 那么我们就当仁不让吧 我们就牺牲小我完成大我吧 我们就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吧 所以我们就没有贬值 大家知道亚洲金融风暴 对中国的直接冲击不大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还是封闭式的经济体 不像马来西亚泰国这些国家 哇很多短期的投机的资本进来 看你情况不过又跑出去了 我们没有 因为我们还是封闭式的经济体 那么副作用在98年就出现了 为什么呢 因为周边国家的货币都贬值了 这时候订单一来 你报价很便宜 那么订单一给我们 我们跟美元挂钩 美元强势 我们人民币也强势 我们东西就很贵 就卖不出去 所以你知道那个时候总理朱镕基召集 这不得了 马上到美国谈WTO 我那时候非常关注朱镕基的行踪 在美国谈的不是很顺利 临时决定访问加拿大 为什么呢 来美国一趟不容易啊 到加拿大去等一等 美国态度稍微和缓的 赶快再去谈啊 他着急啊 这么多过剩产能怎么办呢 然后一回去了以后 98年发行了1000个亿的国债 99年发行1100个亿的国债 2000年到2003年 每一年发行1500个亿的国债 6年加起来发行了8100个亿的国债 把老百姓手上的权全部拿来 在各个大城市里头建新的机场 城市城市之间建高速公路 然后南水北调西气东苏 西电东宋 青藏铁路全面开工 拉动着经济的增长 是不是坎斯主义也在中国的强化 那么结果呢 他的财政政府加大地对经济的干预 财政赤字到了3% 所以当他呢到博鳌去开会的时候 香港的记者追到他后面喊他 赤字总理赤字总理 他说我不喜欢这个封号 我所以这么大的赤字都有我的原因的 等我离开了我的位置以后 我会给下任政府留下个三万亿的优良资产 前几年有一位记者去访问 当时香港一位有名的经济学家 叫做张武昌教授 说张教授请您给邓小平和朱镕基打个分数 他说我给他们两个都打100分 哇这么高分啊 是的 没有邓小平的改革开放 就没有中国民营企业家的今天 就没有中国经济活力的今天 所以他给邓小平打100分 朱镕基呢 朱镕基当时做的很多事情 我都不以为然 可是我现在回头来看 他做的非常好 朱镕基做了什么 朱镕基打破了过去国有企业 不能破产的经济 您知道那个时候国有企业 赚钱的国有企业赚了100块钱 赔钱的国有企业就赔了93块钱 就没有剩下几块钱给国家搞建设 他就把这些国有企业该破产的 你们就破产 该被别人兼病的兼病吧 他也打破了原来国有企业 员工不能下岗的经济 你们都下岗吧 你们到第三产业去吧 大刀括弧的改革 然后处理了三角债的问题 然后呢 他使经济软着陆 什么叫软着陆呢 我们刚才讲了 93年94年 民营协加起来的大量的投资 通货膨胀率高达23% 结果这个时候呢 他就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 让经济通货膨胀率降下来 我们刚才讲通胀率和失业率是个反向的关系 通胀率下来是失业要上去的 所以是失业率也不上去 这就叫软着陆 大家坐飞机都有经验 飞机下降的是一定要软着陆 如果不软着蹦蹦 折成两半 那要伤亡很多人的 经济也是一样 你不能把通货膨胀率哇拉下来 一拉下来失业率高起来的话 老百姓也要出问题的 所以软着陆就是使通货膨胀率下来 哎 缓缓的着陆 不要引起太多的社会的这种震荡 那么朱镕基还有一个很大的贡献是什么呢 他的分税制 因为那时候中央呢收不上税来 所以当邓小平上台以后 没有钱怎么办事啊 结果他就跑到上海 问上海要了150个亿的这个这个钱 那么那个钱呢 就是那一年的中央的财政的收入的一半 所以他做了这种税制的改革 所以现在中央为什么这么有钱 所以当温家宝当总理的时候 才有24万亿 先是4万亿的投资 然后10万亿的贷款 两年再一个10万亿 24万亿出去 那个4万亿就是顺服的这个税收啊 来的钱 好 那么所以呢我们在讲呢 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呢 坎斯主义呢也在中国的强化 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呢 这个这个朱镕基首先坚持人民币不贬值 那么赢得了东盟的这种赞许 再有的话呢 那个时候呢 朱镕基一看亚洲金融危机就是中农的国家和中国相当国家都亚洲国家都不团结 向盘散沙 所以人家来冲击你的时候你就全面就倒下去了 叫马来西亚那个时候的总理的马哈提尔的话说 我们30年的成就一夜之间就化为乌有了 真的是这个样子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呢 这个朱镕基就提出来 好不好你们东盟十国和我们中国合起来搞一个十加一 然后再加上日本韩国十加三 怎么样一个自由贸易区 当朱镕基一提出来的时候 他们马上美国反对 美国这个东盟国家也不是 美国还远的 我们还不说呢 东盟这些国家也不是很热衷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时候的话呢 东盟这些国家 他们是一个资本接收国 他们跟日本的贸易呢 是中国跟东盟国家的贸易的三倍 日本是个资本输出国 他们是个资本接收国 他们跟日本呢 是一种垂直性的合作 互补性的合作 他们呢是像日本韩国买了零部件以后 加工了以后 卖到欧美大陆去 结果的话 中国呢 是个资本接收国 他们也是资本接收国 他觉得跟中国互补性不强 竞争性很强 而且你这么大 你会不会大吃小 所以当朱镕基提出 10加1 10加3的时候 他们不是很热衷 结果朱镕基说 你们东盟国家 我们在农业方面 跟你们没有办法相比 我们是两高两低 高价格 我们的农产品低质量 高成本低收益 你看看你泰国的稻米 马来西亚的中女油 印度尼西亚的橡胶 这些农产品又便宜又好 欢迎你们卖到中国来 终极就降低了600多种农产品的关税 让这些东盟国家的农产品到中国来 早期都赚的钱都有的收获 他们说 中国真的很大 我们原来也有互补性 就慢慢的态度改变了 然后当金融危机发生了之后 MF来派人来援助这些国家 但是出了然后提了很多很苛刻的条件 中国在中间帮他们做游说的工作 他们觉得在国际舞台上 中国和我们东盟这些国家 以同一种语言在说话 慢慢的态度就改变了 而这态度的改变就是 这个我们说这种态度改变的话呢 也造成了这个中国的经济的 在那一段时间的这种发展 因为97年发生金融危机之后呢 2001年美国的网络泡沫破灭了 2001年美国发生了911事件 2001年的12月份 我们就加入了WTO 然后到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的时候 美国怎么样呢 美国因为911事件以后反恐了 所以的话呢 重心都放到那边去了 所以中国又得到了这样的这种机遇 好 那么所以我们说呢 这个历史和现实的原因 坎斯主义呢 在中国的强化 那么中心那个时候的话 就利用各种的方式 用投资方式来拉动经济增长 好 2008年的金融危机 也是政府加拿了对经济的干预 2008年的9月份 雷曼兄弟破产 次贷危机爆发了 引发了全球的金融危机 所以是美国的房地产泡沫破灭 所以有房地产泡沫的国家 哎 房子都开始往下降了 中国的房地产 在08年的9月份是到达最高峰 到08年第四个季度就微微降了一点 到09年的第一个季度又降了一点 结果美国放话了 我们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 我们出现了金融危机 中国你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新兴经济体 你们可不可以为稳定世界的经济起一点贡献呢 结果呢 那个时候总理 就是温家宝就说 好啊 我们当仁不让啊 所以呢 在09年的过完春节之后 两会之后 在09年的第二个季度 好不容易 我们刚才讲的 08年的第四个季度 大陆的房地产跌一点点 09年的第一个季度跌一点点 到了09年的第二个季度 逆流而上 这一账 这一账 这样都停不下来了 好 结果的话呢 是由于呢 政府呢 就4万亿的投资 去扩大产能 然后呢 10万亿的宽松的货币政策 第二年有10万亿 一共24万亿 结果造成了什么 中国的产能过剩 大家你看看 中国现在哪一个领域不过剩 就是那个时候投进去的 那么投了那么多钱进去后 地方政府要有配套资金 地方政府的配套资金不够 没关系 把地做抵押 然后呢去向银行搞贷款 搞融资平台 就造成了现代的地方政府的债务的威胁 然后呢 太多的钱投到房地产去了 太多钱给了国家的企业了 民营企业没有没有钱了 所以民营企业 尤其是像温州人说 你看看房子涨成这个样子 我们都没有赚到 那没关系 我是向亲戚朋友借吧 哥哥姐姐嫂子 阿姨姑姑舅舅怎么的 结果的没想到 11年12年 政府看到的房地产 涨得简直是不像话 就开始限购限价 结果呢 高利贷借来的钱 现在全都答应别的钱 还不了了 有人的跑路的跑路 有人跳楼的跳楼 您知道11年12年 中国那几年的房地产的热 那两年中国用的水泥 是全球水泥的70% 这两年的水泥 超过了美国过去100年 用的水泥的总和 所以你看它的房地产 中国现在的房地产 够多少人住 34亿人住 三线城市 因为我们刚才讲 11年12年的时候 一线城市暴涨 结果的话呢 二三线城市的话 后来不是一线城市 限购限价吗 结果大家就跑到 三线四线城市 三四线的城市 比如说像湖南的 比如说像 这个什么江西的那个地方 比如说需求是 一共一是五和六七 这样子的 所以你看它的房地产泡沫 可以够34亿人来住 我们有50个鬼城 就根本没有人住的 这种鬼城 好 所以的话呢 这一次金融危机之后 政府加大了 24万亿这个投资 造成了现在的产能过剩 房地产泡沫和地方债务的扩大 而且的话 大家都觉得 我用钱去借给别人 拿高利贷比我搞实体好 所以你知道 大陆在过去几年 没有人搞实业了 要不然就是投机 要不然就是搞房地产 所以才会有这么多的过剩的产能 过剩 然后房地产的泡沫等等的 好 所以也就是说呢 我们刚刚看到 为什么注册那个时候 政府加大这个经济的干预 看到一定的成效呢 讲的不好听点 那个时候我们是封闭的经济体 跟外头没有什么联系 现在呢 我们是半开放半封闭 很多的热钱 透过地下权装到中国 去跟他一起炒股票 一起去炒这个房地产 结果股票在去年的六月份的时候 股票泡沫破裂了 现在房地产泡沫的话 不敢让他啪 要破下来 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房地产的最大的50家房地产 都是政府投资的 所以他不会让房价啪下来 他就慢慢的再挤泡沫 不要引起太大的震荡 也就是说政府加大了 对经济的干预 在短期之内看的一些效果 中长期对经济是有害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没有按照市场规律去办事情 好 这个好 那么我们刚才讲的亚洲金融危机的以后 一方面降烈龙产品的关税 让东盟国家都有了收获 还有我们监视人民币不贬值 然后我们对危机之后协助这些国家 这个东盟的态度转变的是美国唯独的剥剧 我们说21世纪的经济是什么呢 21世纪经济就是区域化的经济 那么我们说改革开放的头30年叫两角经济 珠江三角长江三角 未来的30年将是两关经济 北部湾和渤海湾 北部湾就是中国的广西 南宁北海青州防城港和越南和海南岛围起来的那个就叫北部湾 也就是东盟十国和中国这些我们十加一自由贸易区 所以呢这就是区域化的经济 欧洲有欧盟 美洲有北美自由贸易区 亚洲的话 终于这个有一个十加三的这样子了 好 那么这个从这个2010年的时候 中国和东盟的自由贸易区成立了 所以那边的话呢 我们待会讲的一带一路 就是从这个东南亚这边这样子过去的 这边得来的一些灵感 好了 那么这个我们讲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的话呢 给了中国这么样一个区域化的经济 这个开始 那么911事件呢 美国开始反恐了 又给了中国这么一个机遇 所以我们说大国崛起 太势坚然了 天道相助 大势所去 历史潮流不可阻挡 那么08年的金融危机呢 又给了中国什么样一个契机呢 人民币国计划进程的提速 那么在这的话 我们跟大家讲一下 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呢 日本曾经提到 他看到MF那么老远的来援助 又提那么多苛刻条件 他说好不好我们亚洲自己搞个货币基金 日本一提出来 美国马上否定 否掉了 日本就不再提了 那这一次金融危机以后 不管你美国态度怎么样 我们亚洲国家自己就搞了一个区域的外汇储备基金 这个呢叫做CMI 这么CMI呢也叫做亲迈倡议 亲迈是塔兴的家乡 他做总理的时候呢 他想为自己的家乡做一点事 在当地开一个国际性的会议 基础设施啊 充分就业啊等等的 拉动的当地的经济 那么亲迈倡议呢 英文呢叫CMI 实际上就是区域的外汇储备基金 实际上就是亚洲货币基金 我们只不过不用那样的字眼去刺激美国而已 也就是说这13个国家 中国和日本各占32%的份额 各拿384个亿的美金 韩国占16%的份额拿192个亿的美金 东盟10个国家加在一起 占20%拿241个亿的美金 然后每一个决议的通过 都需要85%的同意才能够通过 所以在这个时候的话 自由贸易区这个 那么这个自由贸易区有什么好处呢 强化本地区防范风险和应对挑战能力 对面对国际收支和短期流动性 发生困难的国家提供资金 不需要像以前要等到MF来 现在我们本地就可以了 好了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也搞货币互换 这个货币互换呢 实际上是某种程度的去美元化 因为呢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呢 就是很多国家的外汇流失的很厉害 所以本币贬值 然后国家又没有足够的外汇 去可以收购本币 眼看着本币一直贬 一直贬成那个样子 所以的话呢 这次我们就是我们不要那么依赖美元了 比如说韩国和我们 我们的货币和韩国货币 我们都不是国际货币 我们呢就拿1亿美元相对应的钱 韩元人民币我们互相换 我们就把韩元存在中国的银行 要去跟韩国做贸易的中国企业 就去借韩元去买韩国的商品 然后呢他们就把我们的人民币存在韩国的银行 要来跟中国做贸易的韩国企业就去借人民币来买中国的商品 那么这样子的话 我们互相都不用美元 搞货币互换 那么一方面缓解了 因为美元流动性缺乏带来的贸易融资稳缩 央行又可以消除汇率风险 从而促进国际的贸易和投资 进一步的促进各国的经济增长 也就是说在人民币还没有自由兑换的情况之下 为境外的贸易商提供额外的人民币的资金来源 也是某种程度的去美元化 所以货币互换 对方拥有一定数量的人民币作为储备 加深了政府之间的货币互信 是对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的一个政治的支持 所以这一次的这个金融危机 让人民币国际化加速了 现在你看跟我们搞货币互换的有30多个国家 在过去的五年当中 我们货币互换超过了3万亿元 然后也因此人民币成为全球的第四大支付的货币 仅次于美元欧元英镑超过了日元 日本虽然在1968年已经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 但是它的日元最多最多的时候 在那世界的贸易份额没有超过10% 最高最高是9% 这些年都在2%左右 所以人民币超越它 但是这几个月日本就上过超过人民币 所以它就这两个第三第四我们是这么 第四第五我们在这么排到的 那么现在的话呢 大家都在谈中国中国中国说是不是中国时代到来了 我想在还有几个阶段 我们目前的是商品撒向全世界 如果具备我们自己的自主知识产权 我们自己品牌的商品撒向全世界的话 那是那是第一步 第二步呢 我们国内的投资接近的饱和 我们资金撒向全世界 那是第二步 第三步人民币作为一个国际货币 人民币撒向全世界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们才可以说中国时代到来 所以呢我们发现呢 我们如果要在国际金融秩序的重构当中 拥有更大的发言权的话 不是像过去的一昧的增加外汇储备 我们力量的全员是人民币的国际化 这一次的金融危机就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机遇 你看我们现在很多周边的国家 跟我们有领土相接的蒙古国 什么越南缅甸 这个老国子这些国家 他们边貌跟我们东西进来 农产品我们给他们人民币 他们都高兴得不得了 我六七年前到 到那个内蒙去讲课 那边呼呼浩特 有个地方叫二连浩特 二连浩特离蒙古国就八公里 大陆的人拿到身份证就可以直接到蒙古国 签证都不要签证 我是拿美国护道 所以就没有办法要签证要三天 然后那个是我们班上的一个班长 他请同学们到那里去游学 所以我去给他们讲课 他跟我讲 李老师每天从我手上 人家把蒙古国的农产品 矿产品卖过来 我给他人民币 每一天就两亿人民币 那个时候 所以他们都愿意拥有人民币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时候的话 人民币在升值 所以他很愿意要人民币 所以我们的边貌全部都是在这用人民币 所以人民币出口上用人民币结算 能够节省7%到10%的成本 人民币国际化也是个挑战大于机遇的过程 任重而道远 也是一个复杂的长期的系统性的工程 我前不久去看我女儿 我女儿在中东 我在独拜转机 我呢就买了一瓶矿泉水 那一次我走得很急 忘了带我美国的钱包 我走的时候让我的助理呢 给我100块100块的美金 换了几千块美金 然后呢我到了独拜想买瓶矿泉水 我就拿100块钱美金给那个店主 那店主说哎呀 这个一瓶矿泉水 一块钱美金都不到 你给我100块 我要找你多少钱呢 你有没有小一点的票子 哎呀我说我这次走得太急了 忘了带小票子 不过我有人民币 你愿意愿意接受人民币 好啊 我就用人民币给他 他就给我买了一瓶矿泉水 然后的话我经过独拜到Berene 因为我的女儿在Berene 然后呢我签证 美国护照是落地签证 签完证以后 我说我支付你人民币好不好 他说好啊 嘿嘿我给他人民币 他也收了 你我结果我就特别去做了实验 我在那个中东的那些国家的时候 我把大陆的那个叫银联卡 就是他们叫的debit card 不是credit card 因为中国大陆的credit card 就是说少数人有 那他的credit system还不是那么样的完善 所以你就拿你自己在银行的存款的张卡 你比如说我说我想提100块钱美元 他就嘟嘟嘟嘟一换 换成当地货币 就出来当地货币了 然后就从你的人民币的账号上就扣掉了 你先到台湾 你到香港都可以这样子 我不知道美国怎么样 我还没实验 大家可以实验看看 这都是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 那么美国的master card跟visa card 都想抢这块蛋糕 但是中国的银联卡的话 每年40%的增长 银联卡的英文叫什么呢 叫China Union Pay 第一个字UP China Up China Up China Up 真的是中国上来了 中国上来了 那么一个国家的货币 如果想要成为国际货币的话 它一定需要有这样的一些条件 第一个的话 内在的条件 经济规模够大 对内是统一的 那么经济政治的统一 而且有很大的金融市场 我们这方面的金融市场还不够完善 待会我们会讲到 亚投行里头有很大的作用 是完善我们的金融市场 然后对外可以自由兑换 外在的条件 别人愿意广泛的 把你的货币作为一个 贸易结算 投资结算和储备的货币 那么它的意义非常重大 大国崛起的象征 但是奉献也大 因为冲击到美国的核心利益 每一个货币都有致命的缺陷 那么欧元的致命的缺陷 是缺乏统一的政府信用和财政约束 欧盟那些国家 什么希腊发生危机 都是他们的财政收入减少了 答应人家换的钱还不了钱了 那么美元的致命缺陷 是必须要成为全球的 结算货币和储备货币 否则美国就会引起 严重的债务危机 美国的债务太庞大了 要保证美国经济的复苏 必须要消灭一切潜在的货币的对手 一旦其他国家的货币 部分替代美元 在全球的作用 美国地量宽松 QE123的负面效果 就没有办法向全球转嫁 这就是美国的货币帝国主义 每一个货币 我们这样讲 一旦他国的货币对美元构成威胁 美国就会不惜一切的代价逐止 这就是美国政府和美联储的国家战略 我们刚才讲到 货币互换的时候 在2012年的时候 我们跟日本韩国都有货币互换 而且他们还准备把人民币 作为一个国际储备货币 慢慢的人民币都被东北亚 这些地方都接纳了 如果最后人民币真的变成东北亚的一个货币的话 因为日元不成功 人民币取而代之 那么紧接东北亚然后东南亚 那么整个亚洲很可能就有所谓的人民币 就相当于亚元出现了 美国怎么能够允许这样的事情出现呢 好 所以的话呢 我们如果跟日韩都有货币互换 迅速规模化的话 这三个国家都不以美元结算 美元的需求减少成为趋势的话 对美国世界货币地位就会动摇 对美元的打击是摧毁性的 一旦人民币国际化 威胁到美元的霸权地位 美国一定会用一切的手段来打击人民币 甚至不惜挑起地区的争端 因为货币成为国际 结算和储备的货币 就相当于货币殖民主义 可以印钞票购买世界的资产 过去的殖民地就是靠武力抢夺的 我们现在想借着人民币的国际化 抢夺别人的资产难免站着 所以只要中国继续推动到人民币国际化 中美之间的冲突就会加剧 雕倒之争和南海问题 可能就是一个开端 任何一个货币要想成为 国际的结算货币和储备货币 一定要有强大的经济和武力做后盾的 所以这就是中国大陆 现在一直在努力的这种方向 好 那么我们希望的是什么呢 就人民币先在周边化 然后在亚洲区域化变成国际化 我们原来一直跟美元联动 后来我们发现呢 我们在周边的亚洲国家的话呢 他们都愿意用人民币的这种交易 过去差不多十年左右 都是这样的一个现实 所以的话呢 这样子的话 而且这些国家 他们都对我们都是顺差 我们对他都是逆差 就像现在的美国 对很多国家他都是逆差 所以的话呢 他逆差以后他把很多钱 他买你的商品 把钱都给了你了 然后的话呢 那怎么办呢 他在发行很多债券 美国是全世界债券最多的国家 国债券 企业债券 两房债券 金融债券 市政债券 然后呢 你就去买他的债券 又把美元给了他 他就给了你债券 讲得好听是债券 讲得不好听贬值的话 就是一堆纸 所以的话你看 美国货物他也拿走了 然后钱他又收回来了 所以好处是不是他一个国家赚了 就是因为他是国际货币 所以这种情况的话 终于我们都看透了 所以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 就在一次 那么我们认为呢 我们应该更多的跟亚洲货币这个联动 而不是跟美元 因为我们跟美元挂钩 意味着人民币相对地区的贸易伙伴 我们就会高估 好 那么我们现在的话呢 我们成为一个国际货币 我们有这样的优势 我们已经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 我们又有助力 就是一带一路 然后的话呢 我们也有些挑战 就是我们货币的几率 不能够让他一下子升值 一下子贬值 所以政府一直都在讲 我们维持人民币稳定 是基本的国策之一 所以我们希望先变成全球的贸易结算货币 再变成投资货币 再变成国际的储备货币 那么这些年 我们就说从这个新的世纪开始的 这头十年 中国的国力一直上来 加入WTO和刚刚讲的很多的原因 而美国呢 因为911事件反洪 再加上08年 所以美消中长 在历史的斜坡上 美国往下走 中国往上走 会不会因此相撞 所以的话呢 就是说这个时候呢 美国的战略转移了 他就把南海问题国际化 多边化 扩大化 所以他就提出来亚太在平衡 然后他说在2020年以前 他要把60%的兵力呢 都放到亚洲来 所以中国成为美国的 战略上的假想敌 然后美国针对中国 形成了U型的包围权 扼中的战略就这么起来了 好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讲了中国的经济呢 进入到新常态 那么什么叫做新常态呢 那原来的常态是什么呢 原来的话呢 我们是处在人口红利的时期 我们有非常丰富的劳动力 然后呢 我们在全球化 我们做V字形的时候 我们做低端的 帮人家做代工 赚辛苦钱 人家欧美国家做高端 然后呢 我们初放式的 我们伤害了我们的劳工也不管 我们污染我们的环境也不管 我们过度消耗资源也不管 初放型的 然后呢 还有改革的红利 所以原来是这四个红利 但是前面三个都不可持续了 因为我们现在进入人口老龄化的国家了 我们在2015年去年的时候变成的 老龄化是说一个国家 60岁以上的人超过10% 60% 60岁以上的人超过15% 65岁的超过10%就叫老龄化 我们的60岁的16%了 我们65岁的10.5%了 所以我们进入老龄化的国家了 那所以我们的劳动力呢 倒不一定是真正的短缺 但是沿海地方已经找不到足够的劳动力了 因为他们不愿意离乡背景呢 中西部地方境界发达了嘛 所以看起来好像沿海地方变成是劳动力短缺了 然后的话呢 不可能一昧的出口 人家对你提起反倾销诉讼 对你提起反补贴的诉讼 这种一直不断 然后的话不可能在这样的过分的 污染自己的环境的资源过度的浪费了 所以唯一就是改革了 所以李克强讲 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 所以这些三个都不可持续的就进入新常态 原来是高增长 九二十的增长 现在呢六七的增长 原来的话呢 是初放式的 那现在要集约式的 原来是中数量 现在要中质量 原来的是做控张 扩张 不中风险 我们现在要中风险 要中质量 要中这个素质等等的 这就是结构的调整和优化 然后呢 成长的动力 不能够光是靠过去的劳动力 要靠劳力 所以现在在讲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 双创 好 所以我们说 进入到四个全面 全面进入小康社会 全面这个生化改革 全面依法治国 全面治党从严 这都是这个习近平所讲的 21世纪的大国之间的匹配呢 就是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和与时俱进的主动的变革能力 中国现在就是 一方面在研究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一方面在研究与时俱进的主动的变革的能力 这就进入到中国 我们讲的一带一路了 好 那么什么叫一带呢 一带是说原来丝绸之路的经济带 我们现在把它恢复起来 还有呢 再建一个新的21世纪的海上丝绸之路 一带一路 实际上呢 就是复林 那么如果这个真的成功的话 将会成为世界上最长的经济走廊 中国会因为 世界会因为中国而尽才 真的是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工程 那么 这头的背景 我们刚刚也大致讲了 我们把它再简单的总结一下 一方面是应对美国的亚太再平衡的国家战略 那么大家都晓得了 美国支持日本在东海跟中国 调调是一些矛盾 然后支持菲律宾越南 在南海跟中间在牵扯了中国 所以的话呢 我们就不算这边走了 我们就往西走了 一方面西部大开发 一方面到中亚西亚到俄罗斯 然后到欧洲 然后到非洲 然后南边的话 再到印度 再到东南亚这些国家 这就是一带一路 好 然后对类呢 是适应自身的快速崛起 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需求 可是可持续发展的有机的部分 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因为呢我们发现过去的12年 GDP增长的最快的20个国家 全部集中在一带一路 所以我们希望这个成功以后 成为振兴全球经济的钥匙 好 这就是一带 上面的红线就是一带 一路呢 就是给他看的 从海上的 这些一路 好 然后的话 就从中国 开始往北边到俄罗斯 这边到中亚西亚东欧 然后中欧西欧 然后这边还到了非洲 然后下面到了这个东南亚 等等的 也就是看看就是这样子的 OK 好 那么我们第一个来跟大家讲讲呢